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 如同明月的阳光照耀人们的心灵 带来温暖和希望 但同时 爱情也是神圣的 掺杂了功力和虚荣的爱情 很容易就会变了味 尤其是完全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感情 不仅是难以持久 有时甚至会导致毁灭 下面要讲的这个案子 或许会警醒热脸中的男女们 不要被一时的虚荣冲回了头脑 相互扶持 相互尊敬 带着责任和承诺的爱情 才能够走得久远 也更值得我们去珍惜 锦江河畔 树木成荫 微风带着淡淡的水汽扑面而来 仿佛将人带离了尘世的宣泄 也正因为这里的幽静舒适 也成为了当地年轻人恋爱最喜欢去的地方 1989年最后一个周末的傍晚 夜色带着一些阴霾 再加上天气寒冷 河畔的人已经不多了 在河边的长凳上 坐着一对青年男女 男的叫王伟 女的叫李玲 两人已经交往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却没有像普通恋人一样 甜蜜地依偎在一起 不仅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神色也很严肃 李玲更是显得十分的生气 争吵了几句之后 便起身跺着脚就离开了 只剩下了王伟独自一个人坐在长凳上 一只接着一只地抽着烟 显得有些落寞 王伟今年是29岁 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从小到大都备受父母的关爱 不仅家庭条件不错 人长得也算是帅气 殿大毕业以后 被分配到了某厂保卫科 当了个内情干事 像这样的小伙子 本应该很受姑娘欢迎的 但王伟呢 却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那便是太矮了 还不到一米六 按当时姑娘的审美标准来说的话 就属于是二等残废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 愿意和他交往的女孩并不多 看着身边的朋友 一个个地步入了婚姻殿堂 王伟也有些着急了 家里人时常是念叨着 让他降低一些标准 但此举却无疑是激起了 他的逆反心理 说什么也不答应 甚至更是在心底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个年轻漂亮 条件好 而且身高也不能比 自己矮的女孩作为终身伴侣 狠狠地打一打 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人的脸 只不过 那个时代相对还是比较封闭的 人的交往圈子是有限的 按照王伟的要求 想要找到这样的女孩 不说是男如登天吧 也是属于可遇而不可求了 虽然也时常被亲戚朋友们 拉去相亲 但要么是他看不上对方 要么是对方看不上他 即使有几个交往了一段时间 最后也是无疾而终 以至于快到了儿立之年 还没有收获爱情 李玲是王伟交往的历任女友中 最让他满意的姑娘 但仍是没能走到最后 或许是李玲遇到了更好的对象 以至于分手的具体原因 都是很含糊的 这一次失恋 对王伟的打击是很大的 整个人显得有些颓废 直到一包烟抽完了 仍旧是无法排解他的烦闷 在大概十一点的时候 天空下下了小雨 而且有着越下越大的趋势了 王伟将最后一支烟扔在了地上 狠狠地粘面 对着河水大吼了几声后 才起身离开 工厂离河畔还有十多里 雨果然是越下越大 但王伟却是丝毫不在乎 甚至是感觉不到寒冷 或许这场雨 正好能冲刷他此时痛苦茫然的心情 但就在他临着雨向场里走的时候 突然身后就传来了一个焦滴滴的女声 喂 那声音在雨里面显得有些缥缈模糊 王伟不确定地停了下来 回身寻找 借着昏暗的灯光 透过细密的雨幕 看到路边的屋檐下 站着一个姑娘 这姑娘是眉清目秀 皮肤白皙 身上穿的是当时最流行的细腰风衣 更是将她的身材衬托得纤细有致 举着手里的小包冲着王伟挥舞 姑娘 你再叫我啊 王伟有些不确定 这里就你一个人 不叫你叫谁呀 姑娘说道 你明明有伞 干嘛不用呢 王伟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只顾着地头想自己的心事了 竟然忘了手中还是拿了一把伞的 反正已经也湿了 他干脆就把伞递给了姑娘 你拿去用吧 你去哪里呀 要不我们同路吧 天色已晚 这雨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 姑娘也没有扭捏矜持 她叫住王伟本就是想找她借伞的 不知道是因为独自使用不太合适 还是担心路上遇到坏人 说完话 不等王伟同意 便接过伞撑开 站在了王伟的身边 在那个年代 如此大胆的姑娘倒是少见的 反倒是让王伟有些拘谨了 但既然姑娘都不在乎 她一个大男人自然也不会太小家子气 在雨夜中共撑着一把伞 两个人挨得是很近的 看着姑娘清秀的脸庞 鼻尖更是嗅到了淡淡的香气 王伟不由地怦然心动了 这个姑娘比李玲可是漂亮得多了呀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 更是让她有些着迷 甚至都忘记了失恋的痛苦 小心翼翼地送姑娘回家了 在交谈中得知 姑娘叫杜娟 是纺织机械厂的制剑员 刚刚21岁 不是非常漂亮 却是属于那种耐看的类型 而且是善于打扮 再加上年轻 性格活泼外相 特别喜欢模仿电影里的明星 一瓶一笑间 更是带着特别的味道 高雅的举止间 更蕴含着一种特有的风情 故而在场里面是颇为出众的 甚至被称为 纺织机械厂的厂花了 杜娟这样的姑娘 不仅是满足了王伟所有的条件 而且还超出了不少 在将杜娟送回家之后 她暗暗地就下定决心了 一定要将这个姑娘给追到手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要抱得美人归 第二天 王伟便展开了行动 虽然两人的工作单位 隔了有二十多里地 但距离不是问题 为了讨杜娟欢心 王伟每天骑着车 到纺织机械厂门前等她下班 然后送她回家 风雨无阻 是从不中断 期间更是少不了绵绵情话 和甜言蜜语 但以杜娟的条件 追求者自然不会少 无论王伟付出多少的努力和心思 都没能打动杜娟 一个月过去了 两人的关系 依旧是停留在朋友的层面上 没能够更进一步 但也没有明确的拒绝 原本王伟还以为时间太短 自己还在姑娘的考验期呢 只要持之以恒 一定能够打开杜娟的心扉 但是随着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 王伟终于是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杜娟的衣着时髦 几乎每天都要换一套衣服的 首饰鞋包数量也是不少 化妆打扮得平平怪怪 更是塞满了几个抽屉 对于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杜娟来说 这些花销可不是她能够承担的 而且杜娟的家庭也并不富裕 很明显杜娟是个十分物质的女孩 她需要的不是甜言蜜语的恭维 也不是相濡以沫的陪伴 甚至不需要真正的爱情 她想要的只是物质上的满足 能够维持她的虚荣 能享受充实富裕的生活 王伟的条件虽然还不错 但凭借着她在厂里的那点工资 显然是无法满足杜娟的需求的 但是知道了杜娟想要什么后 王伟却非但没有退缩放弃 反而是有了动力和目标了 更是倾尽全力展开了物质公式 每天接杜娟下班的时候 都要带上一件小礼物 从胸针发卡到衣服鞋帽 王伟是嚼劲脑汁 变着花样的送 甚至只要杜娟喜欢她 即使借钱也要买给她 终于在杜娟生日的时候 看着王伟送来昂贵的西服 和高档的牛皮鞋 还有托人从城里 买回来的项链以后 姑娘的心终于是被打动了 温柔的眼波流转 带着香气的嘴唇 轻轻地落在了王伟的脸上 那一刻 王伟的心几乎到融化了 感觉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了 在金钱物质的推动下 两人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在所有人的惊讶目光中 确定了恋爱关系 看电影逛公园 进舞厅 外出游玩 从省城到乡村 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两人的足迹 但去的最多的地方 仍旧是商场 在交往的过程中 王伟对杜娟是越发痴迷 他享受着杜娟的温言软语 终于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 玩着漂亮的姑娘 到哪里都是被人羡慕着的 尤其是在两人打完扑克 彻底拥有了这个女孩以后 更是让王伟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快乐 让他感觉他的整个人生都完整了 然而生活并非是甜蜜的 靠着金钱和物质维持的爱情 更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更何况以王伟的收入 根本就不足以支撑杜娟的物质需求 虽然收获了爱情 但更加严峻的事情摆在了王伟的面前 那就是他没钱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把工作以来攒下的三千块钱花了个精光 而且还向亲戚同事借了不少 要知道啊 那时普通人的工资才几十块钱 这花销无疑是一笔巨款 虽然沉浸在爱情中 王伟却也知道 这样下去自己根本就是支撑不住的 一旦是没了金钱 爱情也会失去基础的 两人也很难再继续下去 很快冲突便爆发了 在省城商场中 杜娟看上了一件新上市的套裙 对着镜子反复比试后 便让王伟去付款 裙子确实是很漂亮 颜色更是亮丽 而且是今年的最新款 但价格也同样是很美丽的 足足抵得上自己两个月的工资呢 捏着兜里刚刚借来的百十块钱 算计着下次发工资的日子 王伟哪里还有底气啊 只能低声下气的跟杜娟商量 得知王伟没有带过钱 杜娟就有些生气 旁边的售货员听闻以后 脸色也不好看 毕竟这么贵的裙子 很难卖出去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位客人 为钱为后地服务了半天 他却没钱 自然是很不高兴的 言语间也就带了些嘲讽 一向暗慕虚荣的杜娟 哪里受得了这个呀 出门便跟王伟就打吵了起来 更是甩下了分手的狠话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看着杜娟跑出商场的背影 王伟的心里仿佛针扎般的痛苦 到了这个地步 他仍旧是没有看清现实 而是在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多贷些钱 更痛恨自己没用 为什么赚不到更多的钱 以至于让心爱的姑娘受了委屈了 甚至在某一刻 王伟对父母都是有些怨恨的 怨恨父母对自己的帮助太少了 实际上王伟的父母已经是竭尽全力 给他金钱上的支持 而且也有朋友劝他分手 但王伟却是仿佛走火入魔了一般 即使是明知道这是场激情的恋爱 也舍不得放弃 但是想要挽回来 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金钱 像他这样普通的家庭 钱从何来呀 王伟是冥思苦想 即使是在上班的时候 也在琢磨着怎么才能够弄到钱 最终将目光投向了身后的柜子 柜子里除了他的私人物品以外 在角落里还有一块收藏了很久的宝贝 那是一块金条 虽然只有八丈大小 却足有一两种 是当前厂保卫科配合公安行动的时候 从本场犯罪分子处没收来的赃物 当时由于王伟负责清点 或许只是好奇 又或许是一时起了贪念 他鬼使神差的就偷偷藏了一块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担心被人给发现 他一直都没敢处理 甚至一度打算把金块给上交的 这不就是钱吗 看着这个金块 王伟的心更是忐忑了 偷偷扣下金条 或许还有办法蒙混过关的 一旦卖出去 那便是消赃了 恐怕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但爱情冲昏头脑的王伟 最终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在保卫科工作 多少也接触到当地黑市的一些信息 下班后便匆匆地拿着金条 到黑市进行了交易 没想到这件事情非常的顺利 有了充足的资金 便能够继续地维持自己的爱情 结果买衣服的钱后 杜娟果然是不生气了 更是抱着王伟热情地拥吻着 当晚更是留在了他的宿舍里打扑克 度过了激情而甜蜜的一夜 第二天回到厂里 王伟也有些胆战心惊了 毕竟这是犯法的事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地就变得心安理得了 有了第一次 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 为了满足恋人的要求 王伟的胆子是越来越大 借着工作的便利 又数次从自己负责保管的仓库里 拿走了等待上脚的脏物 甚至还挪用了科里的维修款 以爱情的名义犯下的错误 王伟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他此举 无疑是玷污了爱情的神圣 但想到杜娟的可爱温柔 贪欲和诱惑占据了上风 使得他越发沉迷 再也无法自拔了 有了足够的物质和金钱 杜娟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也习惯了王伟的殷勤 终于在一次满载而归后松了口了 同意了王伟的求婚 但同时也提出了结婚的条件 彩礼三斤 家具家电必不可少 各项结婚用品也都有要求 全置办下来又是一笔巨款 但有着工厂这个后盾 王伟却是毫不犹豫的 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一场风光的婚礼 不仅让杜娟满意 也能让所有曾经看不起他的人们知道 他王伟不是个二等残废 更不是无能之辈 甚至他还邀请了李玲等前女友 要看看他们后悔的样子 很快婚期就定了下来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在婚礼的前几天 王伟带着请柬回到了厂里 他邀请科里的同事 光临自己的婚礼 但科长的话 却让他瞬间惊醒过来了 小王啊 公安局里的专案组啊 要在月底来常理检查 安全保卫的工作 而且呢 清点库存里面的各种赃物呢 你这两天整理一下啊 把利好移交 完事后常理给你多放点天假 陪你媳妇多度几天蜜月呗 说吧 科长还拍了拍王伟的肩膀 顺便送上了祝福 原本沉浸在幸福中的王伟 仿佛有一盆冰冷的水 从头就浇了下来 脑袋更是嗡嗡作响 一时间连身体都颤抖起来了 一直以来 科长对他都是十分信任的 对保卫科收缴上来的赃物 都交给了王伟清点管理 很少过问的 这才给了王伟机会 但公安局和保卫科可不一样 有制度有条例 对收缴上来的赃物 管理得更加严格 细查之下 自己做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过去的 算下来 以王伟卖掉的赃物 和挪用的公款数额 足以列入重大案件了 身为厂里的保卫人员 坚守自盗 更是最佳一等 想到即将面临的后果 王伟不由的就打了个寒颤 心底是一片冰凉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场子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 满脑子响的都是自己即将面临的牢狱之灾 此时的杜鹃 完全沉浸在即将步入婚姻的喜悦中 甚至就没有发现王伟的脸色有些苍白 仍旧在他身边是转来转去 让他看着自己试穿新买来的衣服 看着娇媚快乐的妻子 王伟想起了两个人在一起的甜蜜与痛苦 想到了母亲和家人 耳边仿佛是响起了警笛声 带着手铐的他被压上警车 同事的嘲讽 路人的指指点点 种种画面在脑海中浮现 让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在这一刻他已经是万念俱灰 再如何补救都没有用了 罪行很快就会暴露的 逃跑吗 先不说跑不跑的掉吧 杜鹃肯定不会跟他离开 逃亡的日子他也忍受不了 随着天色渐渐的变暗 王伟的心也不断的下沉 绝望中他想到了自杀 看着旁边的杜鹃 却又有着几分的不舍 而且想到他死后 杜鹃肯定会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 更是让他忍不住的嫉妒 愤怒 一夜的辗转反侧之后 邪恶可怕的计划 在王海的脑中浮现出来 几天后 婚礼如期的举行了 王伟压下所有的不安和担忧 西装革履 胸带红花 站在了当地最好的酒店前 招呼来宾迎接客人 场面极为的热闹 而典礼上 杜鹃更是打扮得前所未有的漂亮 宾客亲朋们纷纷献上祝福 当然 王伟也如愿以偿地 受到了许多的嫉妒和羡慕 折腾了一天 纵走了所有的客人以后 夫妻两人回到了新房 一番恩爱过后 新娘带着满足的微笑沉沉地睡去 但王伟却是没有丝毫的睡意 他披上衣服走到客厅 点燃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支烟 夜深人静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的雨 从开始的稀稀拉拉 到越来越大 就像是刚刚认识杜鹃的那个晚上 回忆着两人从相识 到今天结婚的点点滴滴 王伟的心血更加的混乱 脸色也越发的阴沉 待烟灰落尽 火光熄灭 他才彻底地下了决心 起身从角落的柜子里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匕首 一步步地向卧室走去 粉刷一新的卧室 所有的床品家具都是崭新的 熟睡中的妻子嘴角 还流露出柔和的笑意 王伟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脸庞 似乎有些不舍 但很快 这丝不舍 变化为了凶狠 手中的匕首对着他的胸膛 狠狠地就刺了下去 啊的一声 惨叫声滑破了寂静的夜空 杜轩从痛苦中惊醒 看着丈夫野兽般的通红的眼睛 不由地尖叫起来 王伟却是丝毫不理会 妻子的尖叫 一刀两刀 他已经变得疯狂 一口气连筒数刀 直到妻子倒在血泊中 彻底地没了动静 才惨笑地吊转了匕首 用力地刺入自己的胸膛 在痛苦中 缓缓地坐在了地上 彻底地闭上了眼睛 附近的邻居们被惨叫声惊醒 但当他们砸开门 进入屋内时 新婚夫妻已经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那惨烈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 很快 警方便来到了现场 勘察之后 很快得出了初步判断 更是从王伟生前留下来的日记里 了解到了事情的始末 王伟和杜娟之间的感情 与其说是爱 倒像是利益的交换 杜娟追求的是物质享受 贪慕虚荣 以感情来交换金钱 固然不道德 但王伟却是实实在在地 走上了犯罪道路 而且是越走越远了 爱情离不开物质 但完全建立在物质上的爱情 却很难长久 恋爱中的情侣 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 还是要更重视对方的品质 享受爱情美好的同时 也要承担起责任和承诺来 少一些功力 多一些真诚 相知相守 相敬相爱 相互包容 才能够白头到老 不史记者 相拔 吸食 爆项